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個影片呢 有熊老師不只是要教你數學 還要陪大家如何去教國中生數學 介紹我們在教這些數學知識上面的一些技巧 還有教大家學生可能會在哪一些地方有所誤解 那我們這堂課要介紹的是國二下學期等差數列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先來認識什麼叫做數列 那這個數列顧名思義呢 它就是一串數字列在一起就叫做數列 所以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2322322232223 那這樣也是一串數列 那下一個應該是2 那來看 比如說234567890 這也是一個數列 下一個應該是118 那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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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也是一個數列 那在這些數列裡面 比如說你看我們這個也是數列 4 9 6 25 36 49 64 那這是一個數列 那有一些數列是有意義的 比如說你看 這個數列就都是2 這個數列就是連續整數 這個數列就是 2223 2223之類的 那也許 它代表某 它的間隔代表某一些意義 你知道像摩斯電馬之類的嗎 那這個 那有一些數列呢 它身為數列其實就是只要是一串數字接起來就好了 像這個數列 9524 59945 這是什麼呢 它可能沒有意義啊 又或者說 它可能是一支手機號碼 不是我的 09 09 524 59945 不知道是哪一位新位觀眾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些數列它有一個特別的現象 你會發現像這一個 37 11 15 19 2327 31 35 那你會發現它這一串數列裡面呢 這些數字都有一個固定的差距 4 x4 加4 加4 像這樣子一直加4一直加4加上去 它有一個固定的差距 我們就把它叫做等差數列 對 那事實上等差數列的意義 然後尋找首相尋找公差 這個因為實在是都很基本 所以學校老師都會把學生在這個部分教得很好 來 下面這個也是 這個17 91 -7 你會發現它都差8 可以嗎 好 那我剛剛說到這個其實這個部分並不難 那並不代表說學生的等差數列都一定 學得不錯 這個真的是未必 那為什麼未必呢 其實就是因為 學生有的時候會有一種 通用的就常見的壞毛病 他們學到一節新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像你看等差數列對不對 他就會列出一個數列 請問下一項是什麼 我知道啊 就在-8嘛 -39 很簡單對不對 列出這個數列 請問首項是多少 17嘛 很簡單嘛對不對 這是一個等差數列 是不是4 公差是多少-8 對 你看 所以我等差數列會了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他們往往在每一章第一節的時候會有一種錯覺 就是 其實這個也沒有很難啊 然後學會了之後呢 覺得自己學會了之後 然後到第二節 到後面比較複雜的問題 比較複雜的延伸應用出來的時候 就覺得 其實我已經學會了 是題目太難 他們有時候會這樣覺得 那我覺得有必要的話就是你要怎麼做呢 比如說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跟學生介紹一些 這樣子的知識他在後面的應用過程啊 也就是說其實應用問題可以早一點拿到前面來 那不追求學生一定要解對 但是讓學生知道說你學這個知識你未來面對的是 怎樣的一個現實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讓他心裡有一個底 就是說等差數列本來就不是這麼簡單的東西 但他也不難 那也不難很多時候反而是 一開始認為很簡單 後來有了挫折或不滿了 所以學習上面反而效果變差了 來 所以我們還是來經歷一下這個前面簡單的部分 以上面這個例子來說 他就是一個等差數列啦 3分之16 3分之11 2 3分之1 他其實他的 他是一個等差數列 那前項跟後項減出來會有一個固定的值 這個值就是所謂的公差 那以這題來說他的公差就是這個 我們公差會用代號叫d 那他的公差就是負的3分之5 那他 首項呢我們叫做A1 以這題來說就是3分之16 項數我們叫做n 公差是d 第二項我們叫做n 這個n寫在a的右下邊叫做下標 他就是用來表示a 用來表示a 比如說學生5號 我就會說學生5號這樣 代表第五個學生之類的 他用來標示a 那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數列 這就是一個等差數列 他的公差不難判斷出來他是連續奇數 所以他的公差是2 可以嗎 首項是3 項數是自己數 1 2 3 4 5 6 7 8 9 9項 OK 然後這個 我們來看到 等差數列他會有一個 如果我想要你告訴我第n項的結果 比如說以上面這個例子好了 我已經知道首項是3 公差是2 可不可以告訴我第7項的結果呢 那我們可以發現等差數列我們剛剛講 每一項都跟前面有一個固定的差 所以呢第7項 這是第一項 他加2會到第二項 再加2會到第三項 再加2會到第4項 再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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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一項到第7項要加幾個 2 還記不記得我們以前 問過這樣子的問題就是說 從1到7中間 有幾個整數之類的 但是我們在這裡要問的不是有幾個整數 我們要問的是會加幾個嗎 加幾個1 加加加 其實他是問間隔 所以這個間隔是直接減 就直接去減 會有7個 沒畫完 所以說從第一項到第7項會加6個2 會加6個公差 第一項 我們來直接看這個例子 第一項 加一個到第二項 加一個到第三項 4 5 6 7 你總共會加1 2 3 4 5 6 你會加6個公差 所以有這麼一個代號 A N會等於AE加N-D 然後 那又或者我們可以這麼說 我們不一定要總是要從頭開始 我們可以從比如說這個 這是第一項對不對 這個是第三項 我們可以說我告訴你第三項是7 那第7項是多少 其實一樣的道理 從第三項到第7項就是 4個公差 就是4個公差 所以1 2 3 4 4個公差 那一個公差是2 4個公差是8 所以7加8是15 這樣子 那這裡就有出現這一條叫做 N是 AM加上N-M的D 也就是說 第7項是第三項加上 他們中間會差 4個公差 4個公差 可以嗎 好 好 那在這裡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 回到我剛才提到 學生在學等差速列的時候 其實等差速列不難 但是他們往往會有一個 額外的心路歷程 就是一開始又覺得等差速列很簡單 後來又覺得等差速列很麻煩 為什麼呢 學生很喜歡在學等差速列這個時候 問出一個問題就是 我一定要用這些符號嗎 我一定要背這些公示嗎 其實這是兩個問題 我們會看到兩種情況就是學生等差速列沒有學好 一種情況是他只會背公示 也就是說 第七項是第三項多4個公差 這件事情 有的時候你會很意外的發現 有一些學生他反而不善於思考這件事 就是第七項是第三項多4個公差 他每次要算這個A7 他都要先去想那A1是多少 因為他的公示就是用A1去背的 這個A7是A1加6個D 那A1應該是多少這樣子 當然有一個補救的方式就是 你讓他背第二條 其實A7也可以是A3加4個D 但是我的意思 我希望的是 不是讓學生背出第二條公示 其實這兩條公示本身都 沒有一定說就是你非得要去 照著公示寫A7是什麼 什麼什麼這樣子 我們要融會貫通的學習 所以有的時候學生沒有學好的 一個原因是因為他都照著公示背 以至於到複雜的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公示看起來太太生硬 第二個他會 他在解問題的時候會跟別人有一個 別人沒有的困擾 就是他會去思考我要用哪一條公示 他並不是首先先去想說 這個問題是一個怎麼一回事 我要怎麼算 而是先想說這個是哪一條公示 那你就會發現他學到後面 其實就會學得不太好 其實等差數列的問題不難 要留意如果學生太總是去按照公示算的話 老師在講解的時候 有的時候要破開公示 就是老師不要自己每次遇到算A7 其實因為A7就是括號N-一個D 甚至不講減就是這樣算給M看而已 老師有的時候要故意破開公示 所以其實多六個公差 就是用這種角度對不對 我們知道第三項要求第七項 第七項比第三項多四個公差 你講出這句話來之後 的時候你留意一下學生的反應 如果學生反應是 那就代表他懂 如果學生是 那就代表說他 他在思考 是嗎 為什麼是 你就可以再補充一次 你可以寫這條公示出來 但是把這樣子的公示 AN等於AM加N-一個D 這樣子的公示寫出來 不是為了讓學生多背一條公示 然後拿來用 而是為了讓學生去記憶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一個E評 這個就是我提到有兩種學生 他會學不好等差數列等差級數的問題 另外一種就是他都不背公示 都不背公示 可是其實他又想不清楚 因為等差數列一開始的問題很簡單 所以他會誘使學生不背公示 透過腦力去想 第三項是7 那第七項 第三項跟第七項 差七個公差 有的時候你會在筆記本上面看到這樣子 像我們剛剛這個問題 我們的問題是第三項是7 然後說D是 D12對不對 然後問A7對不對 那你可能會看到這種問題 就是他可能會寫說這個 7-3等於4 2乘4等於8 然後7加8等於15 對不對 所以A7是15 他有沒有算錯 他沒有算錯 可是老師要心裡有一個警覺 就是學生把步驟拆得這麼閃的時候 他理不理解到底整個程序上面 到底他做了什麼他為什麼要做 到後來 到後來越來越難的計算的時候 像這樣子的步驟 你看他其實會把一個運算拆成三個 看起來比較沒有關聯的運算 那這三個運算中間的關聯性 等於是他自己要存在腦子裡面 如果學生懂得夠清楚 如果學生腦筋夠好 這絕對是可以的 甚至他可以不要寫心算 對不對 都可以 但是如果其實學生沒有做到這一點的時候 那老師留意到他算是這樣子 而當你開始出比較難的問題的時候 當他遇到比較難的問題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在這裡 有的沒有的 加加減減層層層層的 算了一些數字 卻求不出答案的時候 那就代表你應該要提醒他 你應該要寫出公式 提醒他去把公式寄出來 也就是說 他其實是可以算對的 他其實是可以想清楚的 那他之所以到後面比較難的問題 沒有算對沒有想清楚 很有可能是因為他把計算過程變得太靈散 以至於後面複雜的問題 他就要想很多 加2然後除5 除5嗎還是除6呢 要不要加2呢 你就會發現他到後面的計算就亂了 那就代表他需要稍微的尊重一下 稍微的重視一下公式這種東西 這個公式是過由不及的啦 所以你看我剛剛說你太過於就是一定要背公式 也會讓你的學習變得不好 但是你太過於不要背公式也會讓你的學習變得不好 那老師在講解的時候 像我剛才講到學生會問我為什麼一定要記符號 那老師在講解的時候可以 我會覺得你可以用寫的 尤其你如果不要求背公式的話 你反而更可以多寫符號 就是你寫這種英文的代號不要太常使用中文 因為你自己用講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你講中文但是寫的是英文 讓學生默默的把自己跟這些符號去連結起來 他就慢慢的習慣了 其實學生很多質疑或抱怨只是不習慣而已 那習慣了也沒有什麼 就好像男生廁所男生的標誌跟女生的標誌 那你想說為什麼我不寫一個男或女 為什麼要畫一個人 那畫一個人有沒有多難判別 對不對 那這裡分享一下這個等差數列在教學上的技巧 然後我們來看這裡有四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想要很簡單 那個我以為有時候上課上一上很簡單 都會被學生吐槽 就是說很簡單 但是其實我都會捍衛我自己對問題的評價 我上完課之後我講解完之後 我就會丟下一句話說說一說有沒有很簡單 因為有的時候你沒有學過 沒有學過沒有想到你就覺得很難 等到你學過你想到了其實也就是很簡單 我來看這裡 以知數列寫首相公差 這實在是有夠簡單 那下面這個問題 首相是4公差4負2分之3 寫數數列 哇 不要寫10項 我寫5項就好了 好 第三個問題 如果A3是7A743求A10 第四個問題 A3A4A5等於加起來是7的話求A4 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你看我們第四個問題就是 我們這個是等差數列的第一堂課 也許有人會覺得說這蠻難的 要不要在第一堂課教呢 其實我反而覺得把難的題目跟簡單的題目 稍微的混一下是好的 這就是我剛才這個 在影片一開始就講到這件事情 不要讓學生在一章節裡面的第一節課 他就會開始反抗 所以最好是在一開始就讓他們了解到說 我們為什麼要去 我剛剛說其實公式還是要有印象的 除非你很熟很熟 你就可以不用背 那事實上應該是反過來 就是說你很熟很熟你就記起來了 那 所以說不要讓學生有這種錯覺 就是他一開始學到的東西太簡單 讓他們有一個概念 其實為什麼我們要學 為什麼要練習 是因為 對像這樣子的問題也不算太複雜 可是你看如果也不熟的話 有點難算 那因為很簡單 我們這節課就不閒聊了 其實我們閒聊不夠多了 來看一下吧 第一個數列裡面首相是 11 公差4 其實我們應該要先做一件事情 我們要先判別他是不是等差數列 是 其實判別等差數列的方法就是找公差 所以公差是3 3 正3 呵呵呵 錯了 -3 還可以補一個正是錯的 -3 ok 來看第二個問題 首相4公差-3 也就是-1.5 所以寫出前五項 4-1.5 2.5 扣1.5 1 再扣1.5-0.5 再扣1.5-2 OK 很簡單 來看第三題 A3 A3 是7 A7 是3球 A10 這樣子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 到底降公差會是多少 因為我們剛開始面對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想講得詳細一點 寫太少了 沒關係 先寫7個 就是說 老師在解等差數列的時候 我剛講到 一方面你解題不要總是用公式解 這樣會讓學生只懂得從公式算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也不要都不用公式解 那我們來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其實公式會比較難 比較不好進入 所以我們一開始先不用公式 先來看看 A3 是7 A3 是7 所以這個是7 A7是3 所以這個是3 那這樣子 我們說等差數列就是會有一個 相同的差距 這個數列跟這個數列有差距 這個數列跟這個數列有同一個差距 不是數列 數字 這兩個數字有一個差距 這兩個數字有同一個差距 這兩個數字有同一個差距 對不對 那個差距叫做公差 這兩個數字也剛好差一個D 差一個公差 所以這兩個數字也剛好差一個公差 他比他多一個公差 如果我可以把A4這項寫下來的話 他應該叫做7加D 對不對 A5比A4也多一個公差 所以如果我可以把A5這項寫下來的話 他應該叫做7加2D 可以嗎 A6又比A5多一個公差 所以他是7加3D 而A7他應該就寫成7加4D 因為他又再加一個D 對不對 那你就會發現A7其實就是A3加4個D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寫下來的這一條 我們說DN項4DM項 這裡面這個M是比N小 但是其實不一定要 但是在這集4 DN項是DM項 然後比他多了 看他數字上面比他多多少 就是N-M就是他數字上面比他多多少 個D 所以第7項是第三項多4個D 對不對 所以這個第7項是3 他是347加4D 那麼D是多少 我剛才提到一件事情說 在一開始不要放太 不要都是放很簡單的問題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點 就是老師要留意就是不要都放整數的問題 因為學生如果太常用整數就可以眼睛看出來 這是一個好事 就是讓他們練習用心算 讓他們練習不依賴公式 但是如果太常這樣子 學生就會很不願意被公式 因為用不到 那你如果到 教到等差級數的時候 發現學生都還不用公式的話 那就要留意了 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要會 但是你要 要融會貫通 但是你不能都不懂得用 如果你看著題目看好一陣子 你都想不到 你就最好還是要去寫 像我們這樣子 第三項是7 第7項是3 7-34 7-34 3-7 不對 7-34 3-7 你看嗎 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他數字上有一點難想 7-34 3-7 所以是多少 4嗎 1嗎 其實是怎麼樣 負1 這個 3等於7加4d 所以解育人一次方成4 其實不難 對不對 所以4d其實是3-7-4 d其實是負1 可以嗎 所以在這一題 你其實要先找到這個d是負1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去解育人一次方成4 如果你想得夠清楚的話 這個第7項比第三項多了4個公差 多了4個公差 結果他反而少4 所以公差是4 就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邪律 對不對 x加4的時候 y-4 所以邪律是負1 x每加1 y少1 多4個公差 結果只少4 所以每一個公差是負1 所以d是負1 那結果他到第10項 從第7項到第10項 又再加3個公差 所以又再少3 所以其實a10 是0 可以嗎 來看下面這一題 A3 A4 A5合起來是欺求A4 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 這個A3 他可以說是1加2個d A1加2個d A4是A1加3個d A5是A1加5個d 對不對 所以A3 A4 A5合起來 其實是 這個3個A1 和10個d 那這樣是7 那求A4 A4本身是1加3個d 對不對 我們寫錯u 跟正 OK A4本身是1加3個d 這個A1加9個d是7 所以A1加3個d 本身是7 3分之7 OK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掌握到它的特色 這題還是可以解 其實這題有點難 但是它有很多很快的解法 比如說我們到下一集就會介紹所謂等差中項 你留意一下3 3 4 5中間4剛好是夾在正中間 也就是說我可以把這樣子的問題 改用A4來當做標準 A5它其實是A4加一個d 對不對 A4就是A4 A5是A4加一個d A3它是A4減一個d 那麼你這三項合起來 這個 A4減一個d加A4 再加A4加一個d 於是你的d就會消掉 你會發現其實你這三項合起來 就跟A4一樣 於是 就跟三個A4一樣 於是三個A4就是7 A4就是3分之7 這樣也可以 好吧 那不論是等差中項這件事情 還是我們把一個等差數列的問題 化為是首項跟公差A1跟D的二元一次的角度去看待 這個都是我們後面的幾節課裡面會再繼續介紹的 只是透過這樣子的問題讓你們 讓學生有所了解 就是說 我要學的方向不只是去列出等差數列 我未來會有陸續的應用 所以我要掌握到A幾跟D和A1 它們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好 那這是我們的作業 OK OK 好 我們先掌握到這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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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